杨女士反映22号她去杭州萧山的奔驰4S店提车 当时刻意留意了一下发动机 但怕什么来什么 后来这发动机真出问题了 杨女士买的是一辆奔驰A180R 她说最近西安奔驰发动机漏油围权事件引发热议后 她也很关注 提车时还特意和另一辆同款车比较了一下发动机的声音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跟我提的那个车是一样的 就一模模一样的 但是两个发动机的话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那个声音抖动的很大 稍微大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点杂音 但他们师傅说是没有问题的检测情况下 那么我就开走了 他当时提车的时候是 他有反应过这个 他觉得这个发动机可能因为抖的特别厉害 声音可能跟其他的车不一样 那因为当时我们也确认过了 当时确实是没有发动机灯亮这个故障现象 目前杨女士的要求是退车或者换车 我们考虑到杨女士这个车的一个特殊情况 因为他确实是刚买车 并且开出去没多久 20公里等不到 对吧 这个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跟我们 包括我们奔厂家也好 包括我们的公司领导也好 在做进一步的沟通 希望能够帮杨女士达成她的诉求 对我的能话 我昨天也说得很清楚了 礼拜五下班前给杨女士打付 杨女士买的这辆车 裸车价是19万多 加上装修保险和各种税费 总共花了26万 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中有这么一条 乙方 也就是杨女士 自愿在新宝行办理奔驰金融低首付 分期36个月 手续费是贷款额的3% 杨女士按揭了15万 3%也就是4500元 杨女士认为 这就是目前引发争议的所谓金融服务费 不是金融服务费 我们说的是协助办理按揭的服务费 我们的服务包含的是 就是包括前期的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金融方案 包含的是后期一些按揭中放款中的一些费用 然后包括我们帮他报审预审的费用 包括后期解除抵押的一个费用 没有跟我提前讲过的 没有跟我讲这么细节 他只是把手续费给我算好公证费给我算好 我说这个金融服务费为什么还要收 他说每个店都要收的 所以说我是交的 那咱们先等他那个周五的答复 答复不满的话 不满意的话我们再陪你去找市场监管部门 好吧 对杨女士的遭遇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杨女士的要求是退车或者换车 当时4S店说周五也就是今天给出答复 今天杨女士按照约定再次赶到了4S店 4S店给她看了厂家出具的检测报告 报告大概内容是 因为发动机中央罚螺栓的卡制造成了发动机故障 修复之后可以正常使用 那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说这个车确实是不符合我们这版包括我们这版三包的一个退换车的条件 根据这版新销法 在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 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存在质量问题应当给客户退换车辆 不过奔驰厂家和4S店都认为发动机的中央罚不属于发动机的主要零件 确实不包括中央罚 那天三包凭证我也让杨女士今天拍过照 看过就是上面我们明示的是哪些 但杨女士坚持退车或者换车 她强调的是提车时自己已经怀疑发动机存在问题 4S店检测后告诉她发动机没问题 等于是向她做了质量保证 这样她才把车开走的 我们前合同的时候你们业务员也说了 如果说这辆车有什么问题 那么就找媒体找法律都可以的 记者陪杨女士赶到了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开发区所 对方受理了杨女士的投诉 有吧黄剑记住报道